近几年在中国,钉子户似乎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拔,其实在美国也有钉子户,虽然数量不多,但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钉子户,像钉子一样,拔不掉。 这是因为在美国,私有财产是受到宪法第五修正案的保护的,开发商如果要拆迁,一定要给予合理赔偿。 在纽约,有人说你干不过是正经的老爷们,要是你行走了西村的人行道上,在西村某个形状奇怪的街角,低头往脚下看一眼,你会发现一个三角形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你,能够合适正经较量,甚至取上的证据,因为这个人就赢了。 在纽约西村的克里斯托福街,和第七大道南的交汇处,在制补但标志性的Lilid Jackson Egan's门前,你会看到一块用马赛克拼成的三角,上面写着紫维克斯制地产,绝不作为公用,其实这都是为了纪念一个男人,与是政府的一次艰难的地产争端。 上世纪十年代的时候,西村进行了一项道路延伸工程,将第七大道延伸至德林威至大道以南,并让地铁更深入下城区,整个规划将西村沿对角一切扼压,利用国家土地征用权。 纽约市政府果断下令,并拆毁了三百栋建筑,包括一栋五层楼的波克斯公寓,所有人正是大卫赫斯先生,没错,就是赫斯三角的所有人。 最后,当一切尘埃落定,赫斯先生的房产莫名其妙地只剩下一块三角形的土地,更惨的是,市政府雪上加霜,希望赫斯先生捐出仅有的这块小土地,使之成为人行道的一部分。 愤怒的赫斯毁决了市政府的提议,为了对市政府的这种强硬的欺凌行为表示抗议,还来到法院为自己伸张权利。 最后法院做出判决,顽固的D.H.赫斯费城房产公司,是这块约五百平方英寸的无用地块的所有者。 但是直到1922年7月22日,这块地块才有了一些动作,工人们用红色和黑色的马赛克瓷砖在地面拼出了一段挑衅意味十足的文字。 今天这块三角虽然开裂摸索,但是这段意味深长的声明文字依然可见,三角形以全纽约最小的房地产的形象向路人证明了自己。 到了三十年代,赫斯仙上学的目的已经达到,在1938年以一千美元将这块地卖给了燕店老板,今天这块地依然提醒我们,再过去,有这么一块私有地产,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城市改造作斗者,而解赢了。